如果把军事史写成一本书 那么西方卷的开篇一定是汉尼拔 在罗马共和国几乎无敌的扩张时期 汉尼拔带着一支物资短缺 休整不力的部队 接连击溃强大的罗马军团 逼得罗马人不得不采取废边战术来应对 即看到汉尼拔来了 就兼蔽清野 躲进城里跟他号 在罗马妇女的心目中 汉尼拔是最好的红小孩利器 而在拿破仑等众多著名军事家的心目中 汉尼拔是西方战略之父 是传说级别的战神 公元前216年春天 罗马第二次向迦太基宣战 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带着48000人的部队 翻越比利牛斯山与阿尔卑斯山 突然出现在意大利腹地阿普利亚平原 夺下了坎尼城 坎尼城是罗马军团的重要补给仓库 也是控制意大利北部的重要节点 此处一丢 罗马元老院惶恐不已 立刻派遣86000人的主力军团奔赴坎尼 执政官保卢斯负责统兵 他在奥菲都斯河东侧下寨 发誓要把汉尼拔赶下河里喂鱼 罗马步兵最擅长军团作战 重甲步兵并排向前推进 无需任何花里呼哨的表演 就能轻松突破敌人的战阵 加太基步兵则多为高卢西班牙等地的雇佣兵 战斗力堪忧 势必不能与罗马军硬碰硬 两军对垒 保卢斯将重甲步兵摆在阵中 轻步兵与骑兵放在侧翼掩护 汉尼拔则将高卢与西班牙的雇佣军放在阵中 战斗力稍强的加太基步兵放在两翼 骑兵放在两翼最外侧 罗马军团一鼓作气地向前推进 雇佣兵果然抵挡不住 只得后撤 但两翼战斗力较强的加太基兵 制缓了罗马军的推进 双方逐渐形成了一条心悦形状的战线 罗马精锐的重甲兵 往往配备一枚圆盾和一支短剑 一对一作战 加太基人绝不是对手 但在弧形的阵线面前 突出部分会受到来自更多攻击面的伤害 阵列后方的罗马士兵则有力使不出 凭借这一优势 加太基军团形成了局部的以多打扫 罗马的推进被制止 双方陷入僵局 此时 汉尼拔下令 加太基骑兵从两翼包抄 罗马骑兵抵挡不住 导致步兵军团腹背受敌 方阵陷入混乱 加太基军的两翼 趁机从两侧包脚子 完成了以少对多的包围 罗马人四面受敌瞬间大乱 据记载 约有七万八千名罗马士兵战死 执政官保卢斯战死 独占的一百八十名元老战死 加太基军则仅阵亡不到两千人 这场经典的战争被称为坎尼会战 汉尼拔的排兵步阵策略 与临战指挥手法 至今仍是军事家们推崇的对象 汉尼拔虽取胜 却终究没有挡住历史的车轮 罗马征服了加太基 成为横跨欧亚非 称霸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谈起坎尼会战 那独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刀剑锋芒 与战场喧嚣 总能激起我们挥斥八级的使命感 情层碧海 我们虽无法再亲历钢铁军团 碰撞出的壮丽烟火 但战旗策略手游魔法门之英雄无敌王朝 却能满足我们对遥远冷兵器战场 与西方魔幻传说的种种幻想 作为指挥官 在一场沙盘战旗对异中 分析敌我兵种属性 战场地形构造 依此排兵布阵 强势碾压或逆转翻盘 运筹帷幄获胜带来的成就感 不亚于指挥一场罗马军 与加太基的正面对决 结合了西方魔幻元素的 魔法门之英雄无敌王朝 不仅有弩手 重步兵 圣骑兵 你还能掌控牛头人 施旧 扮人马等西方魔幻世界的传奇兵种 战旗策略经典IP 硬核玩家忠贞不渝的选择 手游端10月15日正式上线 扫描屏幕二维码 抢先开荒 头号玩家 非你莫属 继续 继续 语 语 感谢观看